小宗正元唱于10月26日在台北出席某知名眼镜精品开幕展 当天小宗穿着全白色西装亮相,化身白马王子 活动当天小宗更是称自己小时候其实是眼镜孔,还故意把自己弄尽事 小宗身为偶像剧一线小生被问及最近的金钟影帝事件 小宗表示评审会有自己的看法 虽然拍微博的形象好像很悲情 但可以得到这个荣誉,未尝不是件好事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,可能大家会觉得潘伟博这次很悲情或者是很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其实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人生有遇到一个这样很特别的经验 我觉得不管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在你回过头来再回味你的人生的时候 其实这件事情都是很值得,是一个非常值得的经验 最近的限于令让很多艺人都很担心 小宗表示自己并不担心 还搬出爸爸来说理 小宗称从小爸爸就要他当奉公守法的人 一切照法令走就好了 不用担心自己在内地的发展 其实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我们就是遵守法令 我觉得任何的法令 只要是明文规定的法令 我觉得我们因为从小到大 爸爸就叫我们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人 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担心也不会害怕 对